今天早上回來 再來看民進黨 台北市東部主委今天改選 因為這有個伊隆定期參選 第三動選沒有特殊規定 定義只要拿到一票 就要動選 投票到會不會四點 接近五點就有開票結果 台北市東部主委選舉在起投票 就民進黨在庫府執行中 五伊隆同壓來計算 有動選標準沒有特殊規定 中央只要拿到一票就算到 但是王毅隆 立黨五萬兩年 所以說沒有投票的主計 創下董部主委沒有投票給自己的記錄 也因為有參選你的新婚 所以說不來投票所 也不會這麼樣的欄看影響黨的形象 禮拜尾就競選 台北市東部主委 向上枝空毀選 以後選舉減停 東部主委染散的司令跟王浩尾 對到當來這次推選 五伊隆 都表示 萬一這次少年人 離政黨主席到英台 是對五伊隆有到很大的希望 希望他能為台北市東部帶來新的氣象 民進黨計策 這次投票選舉人 屬於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六人 總共設定十二的投票票數 除了一場影響 有過投票率四十五% 投票時間到會保四點 有過五點結果就出來了 五伊隆 無聊表時 到時候的經由面子發出相關的聲明 記者 總共和佈都